蘇州的歲末祝福 在茫茫冬雨中開啟 長洲 無錫 南通等地的志工 與民眾分之踏來 這一棵樹 它叫智慧花開 因為這個黃包裡面 有兩個糖 一舔一酸 它代表人生 然後那個裡面還有一句禁師語 禁師語叫代表智慧 所以智慧黃包 然後智慧花開 最熱鬧的是主統回娘家 民眾會最愛心 也拿了什麼 前來這邊的活動 我覺得挺好 做一份善事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欣賞自己的家庭 他們今天是一個命名 主導的叫做 因為你出去了 就算他其實很愛進去 然後今天他大了 其實大家會在世界上 有一個小朋友 沒有錢 上學啊 師傅啊 然後他不是自己 但是這個需要幫子 但是我想著 必定82歲的我奶奶 還有婆婆 我就想著 難得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帶他們來感受一下 這個慈激的能量和愛 其實感受到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光是技術 學到光是技術 還有一份慈激的文化 這種仁愛之心 這種品質的成長 我覺得非常富有能量 職工們捧登入場 猶如一道安靜波蘭 鋪槍會場 參加歲末祝福的人 都能收到福會紅包 來自全球慈激人的祝福 大家請問真善美職工 江蘇報導 請問真善美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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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真善美職工